耗资将近百万令吉打造的一届新核电竞综合城 星期六正式开幕 甲州行政议员郭子义表示 这家集合了多种电竞设备的全马首家电竞综合城 将成为发掘和培训电竞选手的主要基地 同时 借此网络各路玩家为2020年马运会做好准备 掌管马六甲通讯多媒体资讯 青年集体育事务的行政议员郭子义 到马六甲市出席一届新核电竞综合城的开幕仪式时 呼吁所有热爱电子竞技的玩家们 善用这个平台 训练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电竞选手 我认为一届新核电竞综合城 这并不仅是我们能够能够尽快乐 为能够尽快乐 Caber Cafe和E-Sports Hub 这就是导致我们能够尽快乐 郭子义表示 新开张的电竞综合城 相信有助于带动马六甲的体育旅游业发展 接此吸引更多国内外的业内人士进入马六甲 进一步为甲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带来正面的效益 2020年马运会将首次把电子竞技 纳入赛事项目之一 为了应付比赛 郭子义指出 甲州体育理事会从7月份开始 公开给来自全马的电竞玩家上网报名参赛 并在9月份举办的决赛上 临选18人的参赛队伍出征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